Hello 我是LuckLuck 剛剛講完新關的四龍契士 接著就是新網球王子的角色 今天是這個立海高中的角色 先看看 第一個是幸川貞屎 聽人說昨天有人留言說這隻很厲害的 這隻是神之子的,很厲害的 先看看 星數是8星,4加4,8星重 屬性是沒有正屬的,是附屬光屬 OK 而個星是4,6SB,3,7C,2,2way 完全是助攻光潛 這個光車車 很明顯的助攻啊這個6SB 技能是15CD的進化Skill,行川的網球 傳解兼傳回復技,然後進化 15CD這一招技就還好的 可能進化比較厲害 先看看那個Leader Leader是神之子 咦,真的是神之子,沒有騙我 那個comment沒有騙我,真的是神之子 4顆光就半減5倍攻 3色輕減4倍攻 最大20倍攻,3C加算半減輕減 都OK,容易用的,都好用的 都算是高攻的 20倍攻,3C加算的 一般輕減半減 一般坦度的隊長,都不錯的 都容易用的 好,那看看什麼先 進化Skill 是這樣的 兩段進化,兼且是沒有回頭的 對了,這樣的話是...都幾期待 一段階目,幸川的Tennis 開完之後就是最終階段了 就是五感奪取 奪取五感 是8CD技的... 一回合威嚇,兼且兩回合的破雙級 What the... 兩回合破雙級8CD技? 嘩,那這一下真的大大包的煎下去 大耳的,喊到老師那裡 瘋了,8CD技破雙級兩回合 嘩,這招技很厲害 兼且是不用回頭的 開完之後就永遠是這招技了 很瘋的 雖然進化前,這個15CD技是長了一點 但15CD全解也是有些用的 這招技打高人渡關好用 即是神秘、機構那類 可以先開這個全解 然後之後就完全不擔心 到中的破雙級 即是吸收也好,熟級也好 嘩,幾乎全部關適用 由魔門到魔狼到神秘到這個機構 都適用 嘩,很厲害 招技,五感奪取 不愧是神之子 嘩,厲害 真是聰明,幸穿 好,看看幸穿的棍子 球棒是SB,深強化和暗炎耐性覺醒 都幾次飛魚走遠的 技能是13CD的 呃,哪裏打都可以打回頭 OK 即是你打哪裏我都可以反回頭 即是甚麼波都可以接到 嘩,比梅里拿到的厲害 聰明 是3回合的威嚇技 兼是屬級無效 技能還好 看看寫真 幸穿的寫真是 封印加HP強化加光王牌兩顆 技能是14CD的到達太早到 甚麼意思呢?太早到 即是上學太早到 還是拍拖太早到 14CD的5回合之間的加攻技 兼破防技 兼且兩回合的加速技 是快刷用 今天覺醒也是光王牌 也是快刷用 前面本體是2way 但武裝就有光王牌 留意這個變化 好,幸穿就是百姓幸穿 非常OP 下一位是真田圓一郎 也是厲害的 聽人說 盡快Skill 先看 3加4是7星重 火光屬 覺醒是SB10C7C7CL自無 貫通 都是combo類的貫通覺醒 即是這一類覺醒是最王道 打平時關系 入甚麼隊都對 加上L自都可以解鎖 15CD技的 這個除... 除... 如臨 隨隨如臨 咦?這一招技好像日本的兵法 那個甚麼風火山林的兵法 甚麼不動如山 甚麼侵略如火 那個甚麼 這個是甚麼隨隨如臨 對吧? 好像是這樣的意思 那技能是15CD的半減盾 3回合就還好 那隊長是皇帝啊 哇...皇帝啊 至稱皇帝這麼把炮啊 哇... 厲害到瘋了 應該 那是... 火三圍的2.2倍 然後10C7倍攻 6顆火輕減4combo加算 這樣的話就不皇帝了 那這個配置就不夠皇帝了 那只是... 只是一招2.2倍三圍的輕減... 隊長似的 那最正是四仙加算啦 那是快刷用啦 好,那看看那個甚麼 順快skill先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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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 咦? 有三段階目的 咦?看看 呃... 徐林 疾風 嘩...這個好熟喔 侵略如火 侵略如火 等我搜尋一下 Google一下 對了,是這樣的 這個...是日本戰國時期 夾匪國將領 武田信元 軍旗 寫著 疾如風 徐如臨 侵略如火 不動如山 OK 那出自於這個孫子兵法 是這樣的 那今天呢 就是這個歷史堂了 OK,各位歷史堂 兼且文學堂 日本文學 好,那第二招技是 奇疾如風 2CD技的加速技 都OK 那再開完之後就是 最終皆目 侵略如火 是4CD技的貫通無效 兼且加攻 只這招貫通無效 都是即回飄加 兼且這招技是不會回頭的 即是不會回頭的 即是不會回頭的 即是永遠是這招技 4CD的貫通無效兼加攻技 那這一招技好正喔 好漂亮喔 因為火屬的貫通無效技不多 雖然3CD的露狂是短一點 但露狂又不是這麼容易用 那這一招算是 即是變身的短CD貫通技重 你當是巴蘭啊 更好那隻RO那隻十字妹 這樣用 但這一招技擺火屬呢 整件事就不同了 因為火隊是很厲害的 OK 那是4CD技的無效貫通 那今天前面的兩段都正啦 15CD的半減盾兼加速技 即是第二招加速技 那是適合變身隊的 即適合火苗的 亦適合打一些高難度關的 那是不錯的招技 好那看看真田的棍先 那是3邪魔3暗炎火掉落強化還好 技能是10CD的風火山林 不是山陰雷雨 不是說風林山陰山雷 我説錯了 那是10CD技的激減盾兼加手指加回加攻 嗯 還好 先看看寫真 那是防磅兼火掉落兼L字 那防磅L字這把是適合火苗計 即是火隊都適合用的 火苗隊 然後技能是12CD的 跟絕望一起死 是這樣的意思 跟絕望一起走 是這樣的意思 即是爛了 那是3CD的加攻 OK的屬性 不對喔 是鑽屬性 3CD鑽屬性 然後3回合的加攻 10倍攻 那都是特殊用途 招技還好的 但是覺醒挺漂亮的 好 那這一位就是真田的 袁一郎 皇帝 那下一位是 柳連翼 柳連翼就是 咦 都是有個轉身 不是有個進化Skill 那應該都是厲害的 應該是 柳連翼7星寵 那是 覺醒方面 10C3顆 10字正喔 哦 10字來講 那是 我們先回看看 應該是 78倍左右 加上有個 暗炎耐性 不是邪魔耐性 也不錯的 那技能是 13CD的 Kamai Tachi 這個不懂 那進化Skill 那是擊減盾 兼下面第二行 就轉木橫牌 然後Skill進化 隊長技是達人 Master 木水同時 攻擊時 60%輕 減4倍攻 水或者木十字 三倍攻 即是12倍攻 那麼低攻 兼1combo加算 那隊長還好 那先看看進化Skill 都是沒有回頭的 一段階目 Kamai Tachi 進化之後是 最終階目 空閃 是不是空閃 這個字 看得不清楚 是3CD技的一回合之間 木珠掉落 兼且解鎖 和第二行就轉木橫牌 蛤? 這樣嗎? 這樣不是太好 老闆說這招技還好 算是木橫牌的生成技 頂多都是解鎖兼且戒天降 技能還好? 但這招技就很奇怪 木橫牌和十字 其實也對的 六顆木都可以轉五顆的十字 但招技就不厲害了 好 先看看滾棍 防風條、木吊落和獨耐性還好 12CD技的納海參謀 即是柳蓮2是厲害的 四回合之間天降無效加回復兼屬級無效就還好 好 先看看寫真 寫真是柳的寫真 L字追打兼木強化掉落 技能是10CD技的柳蓮2的勝率 是97% 不是 是100% 這3%是我445入甲的 OK 那是一個10CD的全解技 兼且自己加攻5倍 都還好 武裝還好 好 看看最後一位 最後一位是切完又切的赤也 六星重 覺醒是SB加4顆 50%以下強化 兼且是 雲耐性 再加一個攻擊Q 技能是6CD的惡魔化 魔化 解落兼且50%以下場合時 六回合之間自己轉暗屬 兼且自己加6倍攻 這招技也是特殊用途 實用不算特別實用 但也蠻有趣的 加攻兼且轉屬性 可以當作暗暗雙屬來快刷 本身是快刷的覺醒 50%以下強化 技能是 隊長技是 現年生的王牌 王牌 應該厲害吧 官方好像不太尊重 暗屬性的2.5倍血 8%以下2倍攻 暗4顆 10倍攻 一追打 那是2發動的 這打 但這個條件限制 就不太友好 好 刺完鹿棍是 50%以下強化 防風刃兼且暗炎耐性 技能是 6CD技 這個話 Naclusarp 不適逆 半減盾兼且轉轉轉生成 技能OK 技能不錯 但覺醒還好 再者是 切圓的 蛇真 攻擊 2way 覺醒 都還好 2way向 的 技能是10CD的 這一個是 你想不想變紅 蛤 你想不想染紅 蛤 你很變態 還是這個是小粉紅 蛤 那是10CD的 Random的火 9顆生成 那加上火4倍 都是還好啦 OK 那這個是切完又切 切完尺 是呀 那是說完了 那今天四隻角色 那PND阿姨就說 明天開始就是 立海大附屬中學 和 比加中學 和 山崔中學 的character介紹 那就期待一下了 即是明天是三間中學介紹的 中學生啊 那剛剛看完應該是哪一隻呢 應該是這個 軟井啦 明天軟井啦 木守啦 呃 田人智慧啦 還有白石 還有軟山 這五隻的 1 2 3 4 5 這五隻 就會在明天公佈的 咦 這樣的話 明天是不是全部公佈了呢 應該還沒有 這個千石都還沒有 對 還有這個雅九樽都還沒有公佈 OK 那明天是這五隻的 好啦 那今天就是這個 母球王子的新角色公佈了 那看回最厲害一定是 這個幸村精士啊 非常之OP啊 進化之後的 這個技能進化之後的技呢 8CD技的兩彎破雙級啊 嘩難以自信 即是一巴一巴掌掩在 這個艾班老師的臉上 嘩好痛真是 即是掩了你身 痛了我心啊 大哥 那是還有一個威嚇技 非常之OP啊 那加上進化前的技 都是實用啦 15CD全解 這一招技打高能度關非常之好用 不過是神之子啦 那這一招技一定是環境破壞者 好 那然後 真田都厲害的 都是厲害的 因為一來是吃正火屬啊 那二來覺醒呢 非常之適合火隊 又有攻擊力 又有魔法貫通 那入火前或入火苗都是 一定是頂光的啦 那加上技能是4CD的 貫通魔法技啦 這下技是 在火隊是非常之OP的 今天這一招技的進化前的這個不動魚臨呢 不是這個隨隨魚臨 兼且是疾瑜風也是厲害啦 都是... 又半減又有這個加速技 是適合變身用啦 那真田都是給予菊瓶架的 那然後柳蓮翼就差少少了 真的差少少 覺醒我是蠻喜歡的 但是技能是偏向周回向 那是橫牌技 那雖然進化前有個激減技是不錯 但是CD比較長 那就可惜一點啦 武裝都是還好 都是一般 嗯... 那切完又切就... 切完赤牙就... 對啦 是快刷用啦 本身是... 六星寵是沒什麼期待啦 但是有個六CD的不斷轉暗屬技呢 那當是一個暗暗的快刷隊啦 那刷極鍊都OK的我相信 那今天就是四隻立海高中的角色公佈啦 那個人是非常看好精使的 這一隻是OP 那然後真田都厲害的 那吃正火屬一定是好的啦 即是可以當一個是光潛的隊員 OP隊員 一個是火潛的隊員 都是OP隊員 但是光潛看起來呢 光車看起來是厲害很多啦 嘩... 杏川進來真的瘋了 那麼厲害都有的 覺醒又fit光潛光車 技能又是厲害到瘋了 嘩...這一招技還要是光屬附屬的限定 即是光屬以外是沒有一隻可以進去 嘩...那真是完全是光車... 真是...專屬那樣啦 啊...官方是Buff光車Buff到這樣也有的 傷心傷心 還沒抽到 好啦...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那喜歡影片的 希望按個讚和訂閱我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